脱下袜子掀开纱布 杨小姐露出右小腿上长长的伤疤 已经两年了都还没痊愈 杨小姐说她两年前跟朋友 在苗栗三边妈祖庙后方的自行车道骑车 没想到地上有一滩积水 导致她打滑摔车当场摔断小腿 筋骨肥骨都断裂了 尽管两年后已经拆掉钢钉 但依旧影响她的日常生活 只能够依靠住行器辅助 我申请国陪被驳回 她说那个浮流水的部分是连务局所管理的 可是浮流水你留在自行车道上 在后隆镇公所你应该也有责任 她指控是当地公所没有进到管理的职责 才会导致地上出现积水 认为是公所要负责赔偿相关的费用 提出了国陪要求 在请求全人所发生事故的地点 我们都有定期做维护管理的工作 所以本所是没有舒适的 所以我们把请求全人的请求驳回 后隆镇公所回应都有定时维护自行车道 当天会有积水是因为前一天下大雨 并且国陪审议委员会认为是自然现象 公所不需要赔偿 驳回当事人的申诉 而时机回到事发地 确实下雨过后自行车道会出现积水 目前当事人跟公所双方的说法都无法协调 只能在交由法院判定到底谁对谁错 TVBS新闻写滚虚取离反应苗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